第十二届 世界孟一字 书法大赛 使用教材 第十二回 世界夢一文字コンテスト 使用教材2 用日文写 明信片 日本語で 葉書きを書きましょう 我想借明信片去日本 日本的明信片寫法和台湾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是一張台湾的明信片 這是一張日本的明信片 咦?有什麼不一樣呢? 仔細看 收這個字日文寫的是樣 樣這個字日文是先生小姐女士的意思 當我們寄信給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寫樣 仔細看 左邊是中文的樣 下面是一個有字 右邊這是日文的樣 是不是不一樣呢? 記得不要寫成中文的樣哦 這張明信片 收件人是事務局 也就是機關團體 下面寫的是育中 這兩個字 當我們寄信給公司 學校 機關團體的時候 我們要寫的是育中 育 育 這個字的寫法 跟育飯團的育 是一樣的唷 如果我們從台灣 要直接將一張明信片寄到日本 日本是亞洲及大洋洲 所以國內油脂不足 記得補上不足的油脂哦 貼好油票以後 我們就把明信片投進紅色 油桶 記得是航空郵件的這一邊哦 這樣日本朋友就可以收到你的明信片了 那麼我們要怎麼從台灣 寄明信片到日本參賽呢? 首先我們必須使用中華郵政的明信片 拿一支筆在中間畫一條分隔線 這是一張完成的明信片 正面的上方是收件人以及件人的資料 日本的郵地區號有七個字 所以多出來的兩個字 我們可以不寫 或是把它寫在格子的旁邊 下面則是學校、校名、你的年級、還有姓名 另外還要寫上理由哦 背面請用毛筆寫下你決定的 新年的夢想、目標 我們用一個漢字來表現 不管是正面或是背面 所有的文字都是審查的重點 請用新書寫哦 上方是收件人的郵地區號 以及收件人的住址 收件人的姓名 事件孟一字書法大賽事務局 要寫玉中哦 這裡全部照抄就對了 接著我們一樣看到上方的左手邊 這裡是你就讀的學校、住址以及學校的電話 我們套上學校的住址跟電話就可以囉 再來我們看到下方 下方的左手邊是你就讀的學校、年級以及姓名 還有學校的郵地區號哦 中學校 誒?對了 中文的小學、國中、高中、大學 用日文的漢字來書寫就是 小學、小學、小學、國中、中學校、高中、高校、大學、大學 所以我是淡水國中的話呢就寫 淡水中學校、探水中學校 國期就是國中一年級 我們只要寫一年就可以囉 別忘了好好寫上自己的名字哦 哇這裡還有個理由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漢字當成今年的夢想、目標的理由 因為這是日本主辦的大賽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國人 我們參賽的理由都要用日文書寫 這樣才會公平哦 我們將提供簡單的句型 讓你套用哦 有需要的學校 歡迎與台灣事務局聯絡 讓我們提起筆 把新年的夢想、新年的目標 寫在明信片上面 一起前進日本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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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